哇 糖醋虾汁糖醋虾汁 关键就在这糖醋汁上 首先啊 我们把这个虾汁蘸干水分 每边加上两克的盐 入一个底口 抓匀 腌制备用 一个鸡蛋 加入玉米淀粉 淀粉呢 我们要分两到三次加入 每次加入淀粉之后 我们要和蛋液充分的搅匀 护搅好之后 呈现这种状态 护当中加入少量的色拉油 把它搅打均匀 这样啊 炸出来的虾会更加饱满 虾汁当中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这样呢 可以让虾汁更好的包裹上 我们调好的蛋糊 油温升至四成热 下入虾汁 虾汁定型 打散 油温升高 进行复炸 虾汁完全成熟 捞起来 油锅呢 咱们继续升个温 这边开始熬制糖醋汁 锅中来一点底油 哎呀 生粉 和好的生粉在哪呢 这是生粉吗 拿点生粉来 这儿没有生粉 啥小文 在这儿找啥呢 锅中来一点底油 加入姜末蒜末够香 加入米醋 肥糖 再加入一份的清水 大火把它熬至反亮 因为我们平时做的糖醋汁啊 总感觉这颜色不够漂亮 那是因为糖没熬到火候 加入三克的盐 这个盐的加入 可以让糖醋汁的味道 更加的突出浓厚 等这个汁冒这种 均匀的鱼眼泡的时候 我们稍稍来上一碟水淀粉 把这汁进一步的收浓 汁熬好之后 这边虾汁继续复炸 复炸好的虾汁 控干净油 直接下煮到糖醋汁中 淋入一少许的明油 翻炒均匀 起锅中盘